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我是空气先生 今天是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 气温是21至25度,云量增加 社交距离,四人同行,今天是第十九日 梁振英任何人拒履行立会职责,中央有权谴责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网页说 基本法规定了立法会和其他基间的职责 任何人拒绝履行立法会的职责,中央绝对有权谴责 这时立法会的法定职责问题 梁振英指贩民议员称,此事属香港内部事务是明显误道 他批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榮鏗在主次内会主席选举时 故意拖延使政府主席多个月后仍无法选出 十四条法案无法审议,八十多条附属条例在修定期限前 无法进行,指郭榮鏗的拖延并非由于不懂程序 而是为个人政治利益,梁振英有批评郭榮鏗 公民党以及全体泛民立法会议员的回应转移视线 赊字不提有没有拉布,为什么拉布,拉布攬炒到何时何日 拉布是否有利于香港,港澳办及中联办昨日批评反对派议员贪务 立法会内委会有违就即誓言,民主派就回应 香港内部事务应由香港自行处理,要求港澳办及中联办 确守基本法与一国两制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是鼓歌仔 如果你鼓中接下来那首歌的歌名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 我会今天下午在Facebook开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